79.灵界的向导 会有老师来解释死后的情况与环境 灵魂永生 生命是仰卧在恩宠中的 出生时有人照顾你来 死亡之后也有人照顾你回去 而守护死去的亡灵 引导他们认识死后世界的 就是灵界的向导 塞斯自己就是灵界的向导 他说过一个接引亡灵的故事 话说在十字军东征时 曾有一位阿拉伯人被敌人俘虏并处死 这位阿拉伯人表面上信奉安拉 内心却相信摩西是比安拉更有威力的神 为了安顿这位阿拉伯人死后的灵体 塞斯也在他面前表演出了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由塞斯和一些灵界的朋友演出 他们分成两个集团 塞斯饰演摩西 朋友扮演的则是安拉 双方在云端上叫嚣 随后还开战 阿拉伯人的灵体见到此情此景 吓得哭叫了起来 他害怕自己会是被摧毁的受难者 随后两个集团的云互相靠近 化身摩西的塞斯拿起一块石板 上面写着 你不可杀人 安拉则拿着一把剑 在双方更靠近时 摩西与安拉交换了石板与剑 再后来 摩西与安拉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太阳的形象 然后说道 我们是一体的 因为摩西与安拉的相反冲突合一 阿拉伯人的内在于是平安了 而后塞斯及顺利地接引了这位阿拉伯人 许多现代人都是在医院过世的 他们大多在死亡之前胜过重病 生病时最信任的则是医师 因此在死亡之后 灵界的向导也可能化身为医师来接引他们 这样的人在医院过世之后 思维并没有从物质石像转到灵体的世界 虽然他投射出了医院和疗养院 这样的灵界医院与疗养院就是死后的训练中心 这些人对疾病的概念是非常强烈的 在活着的岁月里 他们花了许多精神在处理疾病 过世之后 仍将疾病的概念投射到灵体上 灵界的向导会化身为医师或护理师来告诉他们 已经成为灵体的他们是完全健康的 如果身上有疾病 也只是来自心灵的创造 而后他们就可以学习放下自己的肉体 踏上灵界的旅程 灵界的向导不见得是高灵 许多仍是活在物质世界的人 他们在睡眠中出体 执行引导灵体的活动 这些人熟悉意识的投射及其感觉 因此可以帮助死后的灵体明白一切 塞斯将这样的人称为荣誉保护人 也就是俗称的指导灵 守护神或守护天使 塞斯说 这些荣誉保护人非常有用 他们醒时仍活在物质石像中 因此对王者的感觉与情感了解得更深刻 不过他们对于梦中的荣誉保护人活动 却未必有记忆 与死去的人而言 灵界是一种新环境 在灵体的世界里 时空与创造法则的限制 都比物质石像更少 因此灵体必须学会运用新的自由 而荣誉保护人 就是要引导灵体 适应这个新环境 让灵体知晓 灵界的创造原则 并且更顺利地走入灵界的旅程 就会变成了一种新环境 从来到一种新环境 在灵体的宣誉保护人 就会变成了一种新环境 继续地走入灵体的宣誉保护人 在灵体的宣誉保护人